作为第八届海峡青年节重头活动之一的 2020海峡青年福州云上峰会 8月15日下午在福州海峡国际会长中心举行 本次峰会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进行 除在福州设立主会场外 在北京、武汉、昆山、台北等地同步设立了6个峰会场 当天的峰会共设置了疫情下的两岸共情故事 《逆行的百度人、后疫情时代两岸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三个篇章 两岸青年代表轮番登台分享各自的故事 来自台湾彰化的陈文成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台青 疫情期间他投身社区一线防控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因为疫情刚爆发 然后我们的居委会其实是非常缺人手 就是说他也希望年轻的那个像年轻的人可以出来帮忙 然后我那时候就第一时间去找居委会的主任说 我能不能参与这个社区防控支援者 他立马应该是直接给我一个这个红色的支援者袖套说 你明天就直接来上岗 然后我就开始参与这个抗疫的这个过程 那这一路走来我发现大陆的抗疫是做得非常的很接地气 而且是群防群控 然后大家也都尽自己的力量 一直走到现在 然后也发现大陆的这种 这种在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个过程 让我感受特别深 台籍医生黄欣盈是厦门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房主任主治医师 春节期间黄欣盈看到疫情发展迅速 她主动取消了原定于正月初二回台的机票 选择留守医院参与新冠肺炎疫情抗击工作 那我爸妈在台湾也觉得说 我身为呼吸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就应该坚守在第一线 他们也很支持我 因为那时候在疫情比较比较严重的时候 是刚好在过年 所以那时候先取消了机票才跟家里人说 那他们也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们其实可以让更多台湾的青年 就是了解到大陆认识大陆 甚至在这里跟我一样深耕发展 在福州创业的台湾青年郭亦凡经营着一家咖啡店 疫情期间感动于医生们无私奉献 他与合作伙伴长转福州多家医院 给坚守一线的医务人员送出了一千多杯手作咖啡 疫情期间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不要分此让我彼岸 然后也不要分我们是做什么职业 那这一次办这个海青节的活动 我也是算第一次参加 那这个活动我真的觉得可以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本届峰会以幸福家园梦想为主题 围绕云围坊至青春筑超越促龙河主线 旨在讲好台青登陆融合发展的故事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海青节是在促进两岸的青年 更加频繁的交流 更加多的认识 互相认识 当天的峰会上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全国青年主席湾红燕 在北京峰会场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活动并支持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台湾嘉宾连胜文通过视频方式与两岸同胞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